相當內為起封鎖線 一輛脫掉車也抵達現場作業 二十五號下午四點多 新北市永和區傳出槍響 地點就在副總統蕭美琴 住處附近甚至京洞國安系統 事發地點就在新北市永和區的 這一間汽車旅館 當時嫌犯想要開車出來 立刻被警方給盯上 被連開了三強 看到一台深藍色的轎車就開出來 因為警察把他擋住 目睹警備對峙 又聽到好幾聲槍響 民眾真的嚇壞了 嫌犯進出的汽車旅館 距離小美琴住家 只相隔一條馬路 當時警方正在追氣 竊道案嫌犯 沒想到嫌犯囂張衝撞警車 連續開三槍 之後一路衝撞整排機車 最後在不到一百公尺的巷弄內被帶 洞洞手指輸入號碼就能領獲 嫌犯就是專門找這種無人智取店 用工具敲開機台 偷走現金 曾在一個晚上 從中部到南部偷了八家店 這次被以上疑似也是預謀犯案 卻在副總統住處前遭待 警方在佑河成功逮到四名犯嫌 其中一名男子為警方帶路回到基隆 又順利抓捕兩人 一共六人五男一女先後回到刑事局 不過好在小美琴晚上八點左右 才搭車回家 家門前也早就有國安人延正港 平安到家 小美琴也在社群發文表示槍響事件時 他不在家仍沒事 後續刑事局也將持續釐清案情 不過警費追逐意外發生在副總統住處附近 事件也讓外界嚇出一身冷汗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